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日就是圣诞日了 看看David老师的studio 他已经布置得很holy 充满了圣诞气氛了 其实关于圣诞日 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的 例如以前你写圣诞卡 会不会因为贪快写着 X-Aposophy X-Mas 我记得小时候读基督教学校 有宗教科老师说过 他说圣诞节随着有假期放假 商场又到节日大酬奔 渐渐都变得很细族化 用圣诞老人代替了主耶稣 圣诞疯狂地购物 就代替福音的讯息 所以我们过的圣诞就要问一下 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 还有是不是真的知道 为庆贺有耶稣基督的诞生 而欢喜快乐 因此老师就说 他仍然都很坚持写Christmas 即是写Christ C-H-R-I-S-T-M-A-S Christmas 因为这个字日是属于Christ 基督的意思 另外有没有试过新一年一月一号 都和别人说 Merry Christmas 可能会被人说 还Merry Christmas 一月一号 应该 Happy New Year 原来真的要开花一个 认识圣诞最多的主耶稣 讲一下起源 原来圣诞期真的会庆祝十二日 不信啊 记不记得有一首圣诞歌谣会唱的 On the first date of Christmas 它一直会唱到第十二日 On the twelfth day of Christmas 这样下去 所以这个庆祝十二日的传统 是有迹可寻的 一月一号 除了庆祝新一年的来临 在教会里面 是真的可以仍然庆贺耶稣诞生的事迹 又另外 原来有些国家有些中派 他们查证下 发觉耶稣真正的出生日期 并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这只是一个传统 所以他们会选择了另一个日子 作为圣诞节 所以说到耶稣的诞生 说到圣诞节 内里其实还有很多学问 在这里我们就跟随着基督新教传统 定二十五号 十二月二十五号 做耶稣出生的庆祝日 对于耶稣诞生的庆祝 原来可以追溯到公元第二世纪 这是最早期的教会记录 显示基督徒曾经纪念和庆祝主的生日 好 长话短说 还记不记得上集 介绍给大家听一首很新穎 用古今去做对比唱出的圣诞歌 他就不像一般的圣诞歌介绍马槽 好着约欢恩似的 好似就比较成熟些 要别人思考圣诞的真实意思 既然说到圣诞起源 不如今集就介绍一首 嗯 较远古些的圣诞诗 这首的诗词认真厉害 歌词本身是用拉丁语写的 叫做Corde Latus Exparentis 这个拉丁语后来译成英文 英文叫做of the father's heart begotten 或者有些人会译成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就是我们今天很想听的这首诗歌 《父爱诞生》 作词者叫做普鲁登修诗 Prudentus 他就是三四八年出世 很远古 所以死的年份有些是四一零年 有些是四一三年 因为实际太遥远了 大概在世的生活是六十二年左右 出生在西班牙北部的塔拉科 刚才说了他公元三四八年出世 大约是六十二至六十五岁辞世 因为考证不了他死的年份 无论如何 普鲁登修诗也是活跃在第四至第五世纪的人物 所以今集介绍这首歌也是相当远古 是写在第四第五世纪的歌词 普鲁登修诗是古罗马后期的著名诗人之一 他早年曾经收集修词学 曾经出任律师和法官 在三七九年 当时他只有三十一岁 由于被邀请前往罗马 出任罗马帝国的要职 他开始被罗马这个地方吸引了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熟读早期教会历史就一定知道 早期基督教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使徒时代 即是第一代的使徒仍然活着 带领着教会 第二个是后使徒时代 发展出早期的主教制度 并且受到周期性激烈的迫害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 一直到公元三一三年为止 当时君士坦丁大帝就下旨 就认可基督教 直到这个时候迫害才停止 随后就在公元三二五年召开了 尼西亚大公会议 开启了大公会议的时代 在这个大前提的背景之下 普鲁登修斯就是被罗马这个地方吸引 而停留下来 后来去到三九五年 当时他47岁 他就毅然放下一切进入修道院生活 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他的作品就以基督教主题为中心 好像我们今天所听的圣诞歌一样 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不如事不宜迟 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这么远古又经典的圣诞歌 很久不于事不宜迟 支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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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愁满罪永莫狂 天子独处冠堂埋着 天官冠堂重铀躬 地上帮过冠堂敬驻 尚去冠堂共传送 万何忠愿不容置疑 众生重铀当我同 千秋万彩永无空 千佛圣子以及圣灵 沙唯一帝世之中 万组清阳甘至相处 永远清香真创通 千秋万彩永无空 永远违世之中 永远得圣天气共 千秋万彩永无空 永远得圣天气共 千秋万彩永无空 千秋万彩永无空 我这首歌并不语道 psychologically soundsocratic talkable 聽得过幻困 是否都是ações成 isn't even 和平常的節奏 那种不俩虑的節奏 我们有最 grandpa undilo 叫作� post 寂寞 program 意思是他们比较着重歌词 有时可能只有一两个音 就要坑全首的诗歌 歌词就重于音乐 音乐只是成为一种承托 让歌词意思突出 这种唱法在修道远是很盛行 因为他们用这种唱歌方法 盛在着对歌词的表达和默想 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听到很华丽的音乐 而是会听到一些比较沉思式和内化的音乐 有点像众歌似的灵修 讲回这首歌的音乐 它也不简单 采立了十三世纪一个曲调名 叫做Divino Mysterium 讲一下圣诗曲调 如果大家看到歌名下面 有一行用大家写的细字 这就是曲调 圣诗曲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曲词牌 即是只要你能坑出音乐旋律 这个旋律就有个名字 我认得了 刚才你坑这个旋律就叫做Divino Mysterium 这样的好处就是即使有两首相同的英文歌歌名 但凭着曲调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 所以真是河海无崖 越河越有 真正如圣经所说 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 认识耶和华 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好象水充满阳海一般 好了 再说回这首歌的歌词 为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这么重要呢 这首歌的歌词原来是讲述教义 用来抵挡当时的异端说法 在第四世纪初期 基督教历史产生了对上帝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最后形成两大互相敌对的神学派系 一个是阿历山大派 一个是安提阿派 属于安提阿学派的阿流 他是主张基督的人性 他认为圣子是受造物中的第一位 基督不是神 也不是人 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 阿历山大派认为独一的真神 拥有三个维格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维格存在于同一个本体里面 那怎么算好呢? 如何解决这个神学的争论呢? 最后由君士坦英大帝公元325年 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 即是第一次的尼西亚会议 解决了这个争论 结果 会议在君士坦英大帝的影响和监督之下 全体的主教就签署通过了尼西亚信经 出席的主教都承认 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 与父同质 而阿楼最后被驱逐 阿楼派亦被积为异端 所以这首圣诞诗大家留心听下第一节 那里说 圣子早由父爱诞生 早于宇宙未圆功 主是首先也是末后 万物创始更成终 古今后世万丈分云 主是源流主是终 千秋万载永无穷 而第三节他更加以神圣的三一做结语 圣父圣子以及圣灵 三位一体世之中 万众清阳感谢上主 永远清享振仓穷 荣耀威严弘大权能 永远得圣见其功 千秋万载永无穷 过多两年 2025年的时候 就是庆祝第一次大公会议 尼西亚会议的 1700年历史时刻 这首这么重要的拉丁文歌 它出自一本叫做 Liber Cathermarinon的第九首歌 在拉丁文版本 原本是见到有十节 但英文版本翻译 只有九节 先后在1851年 由约翰梅森尼尔 另一位在1859年 他是亨里威廉贝克 由这两位 就将他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今日我们所听到的中文版本 就在英文歌词里面 再只是翻译了三节 在1930年代 由楊蔭柳先生翻译 所以计算上来 原来这首歌 已经翻译了接近一百年 但如果大家未唱过 即使度过一百年 都其实还是一首新歌 想起来 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聖诗可以用来写教义 但如果各位观众很记性 我们以前的杂数 曾经介绍过一首叫做《教会根基》 和今天我们听的父爱诞生 可谓不谋以合 都是用诗歌去写教义 原来诗歌可以用来 表达神学 表达教义 歌曲原来不是我们现代人 所存识所理解 当然是写领受写感觉 原来歌词可以抵御风语 写信念信条信仰的文字表达 看来我们真的不要随便唱 看真一点 看清楚一点 保持思考才行 另外我也体会到 早期信徒在受严重的迫伯和打压的时候 他们是很聪明的 是会使用各种的艺术形式 来帮他们表达 例如鱼的记号 刚才说是X的记号 好了 趁着圣诞节 我也想送一份圣诞礼物给我的老师 就是帮我们这次四集伴奏的老师 David老师 我们送上一首由宣导会 由唐唐诗班唱出的 《从前大卫城》中 给老师听一下 多谢他连续四集 用鱼观见琴伴奏我们唱歌 大家可以听到这首《从前大卫城》中的诗歌 诗班每节都有不同的处理 例如清唱 加上长笛乐器丰富的音乐 又听到唇蓝声二部 或者是女声的二部 最后还可以用诗班四部歌唱 不如大家细心欣赏以下这首诗歌 《从前大卫城中街上》 《从前大卫城中街上》 在作诗歌唱歌唱歌 《从前大卫城中各国人》 发唱歌唱歌唱歌 玛丽雅 自踏刺墓 全南去 再万两难忘 仗子与天空避霜 遍遍佳佬作家居上 华朝宗作答应藏 遍遍余主归世上 改为你人生爱我 阿弥陀佛陈外宗万年 耶稣感言都同意 阿弥陀佛爱真心 顺风尊敬发布与 地道笑海当真知 厌悲温望外父母 阿弥陀佛陈海 天涯無座將满人涯 起龍海 落海震盞 何珍見滴笑如去 甚至過滾飛火器 若那又深刻那人海 莫非真得欢迎那 又深刻那又少人海 愿非天使全回来 大人海 兴统小海 长天海 流云空在 我闻妙在志冬天上 寒冰家在富有光 无奕将有命运奸 无奕将有运奸 无奕将一花彤将 大人海 流云空在贱 这个圣诞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得到真正的圣诞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 但愿我们好像歌词所说 我们要在至高的天上看见祂在乎的右边 没有牛羊摇他身旁 没有低小的马操床 祂的小孩都是环绕在祂室前 升般的灿难得到荣蕴 愿你和我都成为神的儿女 每日围绕在主的室前 如升般的灿难 最终得到上主所赐的冠冕 这样的人生才不枉过 希望今次连续的四集 透过《圣乐与将临圣诞》这个主题 节旗的关系 让你和我认识主耶稣更多 将最好的音乐礼物献成 庆何去的诞生 并且让上主尝住我们心内 永不离开 大家如果喜欢今集内容 可以留言给我们 也要紧记按订阅的钟仔 subscribe,like和share 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透过这个节目再次和大家见面 分享食乐,分享诗歌,再会 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